在细止联峰街因为地势比较低洼 再加上排水不良 在去年的几次大雨积水严重 民众出入都得涉水而过抱怨连连 所以在监货沉浸之后 医院白佩儒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刊要求改善 黄沉沉的大水顺着边坡不断流下来 宣泄不及的情况下 水都漫流到路面上造成倒路积水 这里是细止联峰街 里长说水垢已经清了好几次 但只要下大雨在排水不良的情况下 整个路面还是积水严重 居民进出都得涉水过真的不方便 这边就是只要五号雷震雨或是下大雨 我们这边的水沟就是会有积水的现象 然后变成说我们的林民走入去等公车都没有办法 都要涉水而过 然后骑机车也都不方便 有时候还会甚至抛锚在水中这样子 那变成造成我们这边社区进出比较不方便的一个大困扰 可是因为地主虽然同意要经过它的土地 但是因为公共设施希望是能够在公有的土地上 因为做了寒管还是要维护养护 所以如果是私人土地 未来会有很多这个权责的问题 所以公务局还是建议说能够将土地如果要寒管的话 希望是能够盖在这个公有地上面 所以相关大会会再找寻适当的公有地来看 有没有可以增加排水设施 然后初步会建议公所先加强这个 这边追高啊 就让它保持水路的畅通 虽然联峰街进来都有做排水沟有集水井 不过高速公路下来的水还有山坡的水一起会流下来 水量太大 再加上排水不良才会造成大雨集水 因为一旁就是巴连溪 地方也建议是不是做一条寒管把水引到溪里 对他觉得这条路是最近 但是因为公务单位是希望说 寒管不要避免是私人土地 希望是能够经由公有土地 因为这样子才会让这边附近的这个排水 可以能够永久性的来解决 那如果经过私人土地 有时候私人土地在经过买卖之后 它会有后续使用同意上面的问题 甚至很多法律的诉讼 所以我们希望说 公务局还是希望说 可以盖在这个政府的土地上面 因为牵涉到私人地 就算做好了日后维护有困难 所以会看也请相关单位再查查 有没有公有地可以是做寒管 把水导引到巴连溪 解决当地的积水问题 这程惠玲希子采访报道